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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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我不可拿鐵頻道 今天要去玩手機發我要活下去 如果還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好這集要來接續上一集 跟大家介紹一個新的女角色 她有一個被動技能發動以後 只要你使用主動技能 比如說像阿洛可 K 希羅 甚至可能A24 或是其他角色技能 都是會被封鎖無法使用的 這一集呢 就為大家再快速解析一下 這個技能要怎麼啟動 好的 我有找到一個 就是有玩國外體驗服的 玩家的影片 然後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的體驗服的介面是 葡萄牙語 所以說呢 翻譯起來名字不太一樣 現在可以看到是英文語系 英文語系的體驗服的部分 是叫做斯諾爾 這個技能名稱目前叫做納米神經 然後先講一下 這個名稱的部分 台服之後可能還會再調整 因為通常台服不一定會套用 國外取的名字 因為體驗服的部分 所以說最後證明的話 以台服為主 包括整個技能的介紹 品工參考 好的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介紹吧 接續上一集呢 有跟大家講的就是 這個技能 未來你們遇到她要小心 因為主動技能不要封鎖 好 我翻譯了一下這邊的英文的介紹 跟大家分享 斯諾爾是一位納米技術工程師 他的技能是被動技能 叫做納米神經 在被斯諾爾擊中5秒內 敵人無法使用主動技能 無法將EP值轉為HP CD值的話大概是45秒左右 好 然後這個CD值的話 僅供參考 因為這個四號可能還是會調整 因為每次台服官方或是 V-Fire他們在體驗服結束後 會針對一些角色的技能去做調整 所以說不一定是照這個秒數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技能 目前可以知道的是 如果你被她這個角色技能擊中到的話 直接會啟動就是你的主技能 會無法使用 比如說像西羅或阿洛克 好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體驗服的測試畫面 這邊的話 這個角色是裝EP值的 EP值回復就是K的技能 然後對方的話 裝的是現在新的女角的技能 被她打到以後你們有發現嗎 就是直接技能會被封5秒 所以說今天如果你在近距離或遠距離 只要遇到這個角色被動技能的話 你被打到 你暫時之間是無法使用阿洛克K跟西羅的技能 這樣對我們來講 現在其實玩起來會比較危險一點 因為大家記得一件事就是 西羅的技能通常我們會被打到一下頭 大家會喜歡加凝膠 現在大家是中一槍以後習慣用西羅的技能 那如果今天是不是範圍內 距離有點遠 你只要被這女角打到的話 你瞬間是沒有辦法加西羅技能 所以說這個技能 比我原本想像中的更可怕 因為原本以為是範圍中 不過現在可以知道 就是她這技能有可能是1對1 目前推測 因為1對1就是說 你今天被打到的狀況下 暫時5秒鐘不能使用 這個被動技能的使用者 在打第二格的話應該就沒有效 因為她等CD值結束 才能夠使用第二次的被動技能 所以目前推測的部分就是 這個被動技能 新女角的部分 她打到敵人後 她要等CD值 所以說她必須在5秒內趕快把敵人收掉 不然5秒後對方就可以使用技能了 所以算是一個短暫的封鎖 然後這個技能 一樣我不知道她後面會不會調整 不過我現在大家看到的數據是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另外一棟畫面 這畫面是之前在西羅在手的體驗服 國外玩家實測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她這邊的實測畫面 一樣是被擊中後 她的技能直接被鎖起來 就是西羅平常的技能 是在5秒內無法使用 所以這時候呢 你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找連體 一個就是趕快架凝膠 因為如果你今天血量比較少的話 非常的危險 所以說就變成說 你的技能只被鎖 對方握敵人距離很遠 你近距離又到敵人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會無法招架 所以說現在已經不是在範圍中了 而是只要被這個女角的技能打到 5秒內是無法動 然後她下一次使用的話 可能就是要等這個CD值結束 所以說我個人覺得這角色的技能 比我想像這種更可怕 原本以為是靠近她 這個技能會發動 可是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是只要被她打到 就像我們在平槍的時候 你原本可能習慣性 被人家打到後 你馬上會加凝膠 或者是屏障之類的吧 可是瞬間你是無法架的 所以連反應都來不及反應的時候 你就會直接被收掉了 好那這個新技能的部分 之後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運用方式 因為PD是被動技能 再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叫做主動技能 因為我相信有些玩家可能不知道 像現在我看的這個畫面 它有分主動跟被動 目前你們先看到主動技能 只要遇到這個新女角技能 被打到就是直接被封鎖5秒鐘 無法使用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些技能都是無法用的 所以說未來呢 如果你今天中彈了 你沒有辦法用技能 你必須要反應很快 馬上加凝膠 甚至找掩體 不然基本上有非常大的危險 可能會被收掉 不過至少她不是在範圍中出現 所以說應該是一對一的技能 後面如果說有在更詳細的技能介紹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目前收到的情報就只有這些 然後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你們覺得如果這女角出來後會有什麼撞擊呢 大家可以歡迎在影片上留言討論 我個人覺得的話呢 畢竟是被動技能 相信這個是未來玩家必備的一個技能 如果說兩個敵人遇到對打 然後你被對方克這個技能 然後你沒有這個技能的時候就有差了 所以說未來這技能也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能 可是重點他被動技能 你還可以裝希羅、K、阿洛克 所以說還不錯啦 因為畢竟他不是主動技能 好的 然後今天的技能就分享到這邊 後面一樣分享一隻有趣的直播精華 跟觀眾組隊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欸真的欸我們是恐龍二人組啊 哈哈 這樣會不會很明顯啊 人家等下找綠綠的打就對了 他們等下不會放過我們的 我先去BB風頭啊 你們要廝殺你們先廝殺啊 各位我先去BB風頭啊 我要去 我要去那個 巴西里亞奪奪 我 我跟你們講啊 你們看一下現在的存活數 28個人 只有死兩個 這代表什麼呢 有26個玩家都在跟蹤我 看我在哪裡 我有這種感覺 前面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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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後面 最後 前面 我剛剛看到剛剛開戰完我就知道 我們前幾場會輸也是剛好是遇到這種狀況 兩組開戰完你血還沒回 又遇到一個玩家你就麻煩了 就會GG 這是這個尬恰的部分啊 敵人 我看到他了 先跑先跑 我跑我跑我跑 他殘血 沒沒沒 跑跑跑 他殘血的話有機會就可以收掉他了 沒關係 沒關係 他等下流砲我沒有可能死掉啊 有敵人 他們打他們打我們先進圈 水 偷撿到一組了 25個補包 另外一組咧跑掉了 跑掉了嗎 跑掉了 跑掉了 沒關係 有人死就好 減少玩家速 哎呦 孤狼啊 後面有人 他追過來嗎 沒追過來 左邊 還沒死哎 我沒我沒有飛彈哦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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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嗎 死了嗎 等一下他放了一個空洗 他放空洗 先不要過去哦 有空洗 等他放完 可以可以可以撿了 我看他最後臨死前放了一個空洗啊 有時候就是為了撿東西然後你可能就被空洗炸死 然後有沒有空洗就是 放在敵人追你的時候 你就要放 讓敵人 讓敵人 在後面 就是他追你的時候會被打到 有人 到他後面 看看是誰 黃色有點少 黃色有點少 等一下還有啊 玩到九點 九點過後就是大家寫功課跟睡覺的時候啦 睡覺的時間了 我都抓好你們 大概等一下就要睡覺了 因為拿鐵也當過學生啊 沒關係沒關係 還有 還剩下三組 剩下三組 穩穩的 我不硬抓 我不硬抓 因為硬抓 如果剛好 收掉對方我們殘血 我們就危險了 最好是 滿血的狀況下是最安全 前面 他卡住了他卡住了 他卡住了 他卡住了 炸他炸他 用炸的 死了嗎 死了嗎 他死了嗎 死了吧 死了吧 可以可以可以 水 我家這個遊戲擊殺公告應該要顯示說隊友殺人 或者是 要有隊友戰機 不然這樣不知道隊友到底是隊友殺還是 有人 右邊 右邊有人 小心喔 他要來了喔 你可以放 轟炸圈 轟炸圈 轟炸圈記得放喔 轟炸圈 完了兩組 兩組兩組我先走了沒血喔 這誰轟炸圈啊 好沒了沒了沒了 剛剛是有一個有一隊 欸剩兩 剩一隊剩一隊 絕勝負了絕勝負了 加油 幫你累積先 死戰 抓他 水 哈哈我跳了一下 想炸我 沒那麼容易 好感謝弟弟我們吃雞了 今天的第三場吃雞 恐龍 我就說雙龍出擊必要吃雞啊 這場打得不錯 這場打得不錯 這場至少我有跑掉 殘血有跑 所以喔 弟弟死殺 今天表現得非常好 好的 今天的遊戲精華呢 就分享到這邊 然後前面有介紹就是 新女角的部分 納米神經的一個技能 然後這技能的部分 我猜是最近應該就會推出來 因為畢竟希羅 K跟阿洛克都已經完散了 就是大家最常用的這三個角色技能 所以說之後這個女角技能 基本上就是來剋這些主動技能 包括K啊 希羅跟阿洛克 不要讓他太強勢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然後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就是你們覺得 剛剛前面介紹的技能怎麼樣 然後一樣的是僅供參考 因為我不確定台服之後會怎麼調整 今天遊戲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哪一天的影片 可以幫大家喜歡 持續訂閱我 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有位置叫P5攻略起爆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的主頻道 歡迎到玩具頻道 哪泥頻道 追蹤我的Twitch IG 粉絲團 搜尋我部分哪一體就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 掰掰 打開通知鈴鐺